你也解開了 完全不淺 當然啊 完全不淺 Chris 馬力蘭州的話呢 我覺得如果你問任何的美國人 美國哪一州是最有錢的州 大部分的人應該會說什麼紐約 或者什麼什麼加州 可是都是錯的 對不起 你不是美好啊 你還不會買兩州 你也可以買兩州進去 很慘 最有錢的就是馬力蘭州 就是如果你要看 用那個什麼 家庭收入中間值 就是每一年的 家庭收入中間值 中間值值 就是七萬一一年 哇 因為每天都可以吃螃蟹 好棒 可是紐約才是五萬五 OK 所以 以全部的人 每天都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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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他們的居民組成 大部分的收入都是比較高 所以平均分給大家的話 他們當然也會總平均拉高啊 對啊 可是你喜歡看的那個 Criminalmind 總部就是很 對啊 其實鏡頭沒有很少啊 我是說真的啦 美國號 這五十週非常的好玩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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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